而整个习近平国家主席上台之后 他面临了另外一个挑战 是环境污染的整治 那么在这个礼拜呢 英国的好几家报纸 包括经济学人这样很严谨的杂志 都以嘲讽的口气说 对五亿互联网 就是在微博上的网名而言 本周中国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选出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是上海死猪事件 他们说最重要的新闻呢 是突然出现了 从河里飘向上海的数千头死猪 那么这代表了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 一件又一件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 这个象征意义显得非常的强烈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发展 却存在着腐烂的东西 这是英国经济学人的说法 那么上海人最终只好自我嘲笑的说 还好只是死在河里 没上了餐桌 再看下去就恶心想吐了 3月8号开始 上海黄浦江的积雪区浮现成群死猪 清洁员岩浆捞猪越捞越多 短短8天超过8000头 金山区的这个保洁点呢 经过一上午呢 工作人员呢 从连通黄浦江的六里藤呢 打捞上来了12只死猪 那么考虑到天气比较热呢 为了防止这些死猪呢腐烂呢 工作人员呢 会就近找一片树林呢 把这些死猪呢掩埋 渔网里吊起来的全是死猪 旁边几尺深的大坑洒上消毒水 大猪小猪全往坑里扔 黄浦江上不知还有多少亡魂 逐渐腐烂发臭 最吓人的是 附近六个取水口九座水厂 上海两千三百万人五分之一 都喝过排骨汤 万一发生被污染的情况 我们将就采取几个措施 一方面就是增加那个消毒剂的投加量 另一个就是增加活性汤的投加量 到目前而言 咱们那个水能让老百姓放心吗 从我们实验室结果来看 目前是老百姓可以放心的喝 如果说有一场情况 我们也会报清有关政府同意后 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 居民饮用水 上海自来水厂强调 每小时抽水检测一次 九种饮水指标 符合中国国家卫生标准 六种猪病毒只验出远环病毒 但人不会被感染 市政府加强鸡查 菜日厂超市肉摊 就怕死猪成了东坡肉 黄埔江变成猪江 上海变成东方之猪 罪魁获手指向上游 浙江加薪的养猪户 有些农夫 他们可能就是说 把养这过程当中 这个死猪这种情况 是认为是一种晦气 那么他们是一种漏气 就是乱跑乱气 以至于可能会出现在 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死猪犯忌讳 焚化炉太贵 养猪烧不起 干脆往河里扔 加薪受一局否认 死猪全是他们丢的 上海人越听越气 如千万个千堂 瞩目尽心方方而愁 大上海谁看游 孤知江中猪和游游 猪氏还被改成了少年猪的奇幻漂流 二高里安大作 上海人真是超讨厌的 这事还成了国际焦点 纽约时报网站头条 中国将上死猪近六千头 金融时报说 空气污染之后 死猪是中国另一个环境危机 彭博社嘲笑 现在上海人洗澡喝茶 水里可能都有死猪味 黄埔江仿佛倒退了一百七十年 1843年上海开普通商 法国人看见中国人把排泄物倒进黄埔江 江边还有人烧饭做菜 担心引发霍乱 不幸的噩梦成真死伤无数 1865年李鸿章开办了江南制造局 新建钢厂造船厂 黄埔江土于上海 成为中国的工业化指标 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去游过黄埔江 读中学的时候 我又两次去游过黄埔江 那个时候叫报名 叫横渡黄埔江 你知道黄埔江 渡黄埔江不是简单的这么渡过去 它是有潮流的 因此你这里游到下游 要很远的地方才上岸 它是个斜角这么渡过去 那个时候在我的记忆中间 水质还没有恶化到很严重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回忆 小时候曾经在黄埔江游泳 随着上海兴旺发达 黄埔江变得脏臭要命 后来由于我们的工业化的精神 不断的加快 再加上我们很多环保措施 没有跟上 实际上很多的工业污水 是直排苏州和直排黄埔江 造成了黄埔江 它的水体它的复合 它实在受不了这种复合 因此我们在发展中间 我们也非常对不起我们的母亲 1988年上海决心抢救母亲和 12年计划每年投入GDP3% 拆迁养住户搬走船厂炼钢厂 穷心就力 终于在2010年世博会前 还给黄埔江一个干净面貌 我还记得文谦说过一句话 上海是一个女性的城市 应该妇媚 这个这条曲线很漂亮 但是呢希望它能够更彩色 给上海带来更多的妇媚 今天呢改了 这座桥呢从一个钢筋水泥的 一个硬性的男性的钢筋水泥 今天已经变成这么一个 妇媚的一个彩虹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我觉得上海 把它自己内在的一些美 表露出来了 黄埔江的内在美 不过短短三年 全给租回了 关键就在以林为祸 当初整治 只能处理上海这一块 上游浙江省 叫不动管不到 加薪养猪450万头 照3%死亡率估算 每年死猪超过14万 黄埔江年年都要死猪 百三百 只是今年特别多